握手问候外宾访团 总统赖清德在府内接见 美国德州州长抗力 一开场先针对台美合作 表达期许 期盼经贸合作更上一层楼 赖清德主动抛出善意 更要深化与民主盟友伙伴关系 另外我也要感谢 德州议会两院 在去年五月 一次通过友台决议案 重申德州 与台湾坚定的伙伴关系 为台湾和美国的占领 为台湾和美国的占领 保证我们在世界上 会更加成功 推荐的想法和理想法 我们都会认为 上任后赖清德不只在外交学分下足功夫 根据零传媒最新网路民调 在操守与品德方面 赖清德以百分之二十九稳居第一 萧美琴百分之十四点三居次 韩国瑜则及起直追来到百分之十一点四 至于在沟通协调力方面 第一名仍由赖清德一举夺下 立院公道博 韩国瑜百分之十七点八警要 才刚就任立院龙头的韩国瑜 甚至几下有意挑战 二零二八总统大卫的鲁秀燕 成为蓝军第一人 韩市长自从担任地盘院长 来表现螺幕共睹 深入国人肯定 我想他的表现会越来越好 我们大家拭目以待 赖清德萧美琴会秉持谦虚态度 努力做好国政 民调虽然领先 但年轻选民 中间选民都有进步空间 二零二四选战才落幕 蓝绿耀角台面下鸭子划水 也为后续选战提前布局 近新闻综合报道 立刻下载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近善近美 近好新闻